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免费提供I-485和移民签证的面谈准备和模拟面谈 另外呢,根据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讲到的是绿卡申请中关于公众负担和福利问题的情况更新 好,那么我们知道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在美国境内的I-485申请,以及呢,在中国广州领事馆这个移民签证申请都有一些新的update情况更新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在目前呢,我们律所对于我们的客户啊,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面谈的准备 帮助客户准备在移民居办公室或者呢,在广领馆这样的这种面谈 同时呢,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助客户提供这样的面谈的模拟啊,Mock Interview 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发email联系我们 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在这里呢,我们先讲一下485的申请啊 职业移民呢,大概有一小部分,可能25%左右啊,会被要求在移民局办公室面谈 然后呢,才取得485批准 这类呢,主要是移民局需要了解更多的关于申请人背景方面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有身份的GAP呀,挂靠啊,这个换工作比较多呀 或者曾经是党员啊,有其他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历史啊等等吧 这些情况啊,像这样的职业移民 对于亲属移民呢,大多数亲属移民啊,都需要在这个绿卡批准以前 在移民局办公室有这个485的面谈 移民签证申请呢,几乎所有的这种移民签证申请 在批准以前都要在广领馆做这个面谈 关于485申请呢,从去年2022年年底开始呢 美国移民局出了新版本的表格 现在呢,所有的新提交的i-485申请都需要用新版本的表格才行 那么移民局呢,建议申请人在提交485的时候呢 同时就提交i-693的体检 这样呢,可以缩短申请批准的时间 要不然的话呢,移民局还要发IFE要求补充体检材料 这个体检呢,从你做了以后呢,两年时间有效 那么移民局呢,原则上要求这个体检呢 是要在i-485申请以前60天内完成 因为你的身体状况经常会变化 对吧,那过了半年,原来的体检表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 因为疫情影响呢,现在移民局提供一个短时间的一个weaver 但是呢,到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底 这个weaver就过期了 所以呢,体检还是要在485提交前夕啊 来完成,不能太早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个485表的这个热点的问题 就是这个公众负担这方面啊 那在新版本的485表呢,和以前的不一样呢 主要在于在Part 8这部分啊 增加了Questions 61到68啊 这些地方关于公众负担的 有一些申请人啊 这个观众可能记得 就是在川普是总统的时候呢 公众负担问题先后翻了好几回 因为有的时候有总统令要求 后来呢,又被法院禁止实行 后来呢,那这个公众负担又改了内容 后来一段时间得到了实行 有对应的呢,叫I944表 我们律所帮助一些申请人准备啊 提交了这类表格 后来呢,川普下台 拜登上台以后呢 就废除了这个I944表的要求 但是呢,对公众负担这方面 在批准绿卡以前的衡量呢 这个原则还是需要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新的I485表呢 算是这个incorporate包含了 过去I944的 关于公众负担的内容 具体来说呢 485表上这些问题呢 要求申请人提供 关于他的年收入 家庭资产 负债金额 教育程度 是否有什么样的工作技能 或者证书啊等等 还有呢,家庭人员成员的人数 那这些方面的信息 这也是原来I944表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么申请人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疑问 一个呢是,哎呀 我填写这些信息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绿卡批准啊 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会影响到绿卡的批准 另一个问题呢 是在这个485表上呢 有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第61 这个问的是 are you subject to the public charge ground of inadmissibility under INA section 212a4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讲一下 先说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简单来说呢 还是比较宽松的 就是说没有那么苛刻 如果说个人呢 不是依靠政府出钱来供养 那一般呢就不会被视为公众负担 比如说如果个人不是经常性的定期的从美国政府那里领现金 像这样 也不是说住在养老院啊 由政府来出钱照顾 或者由政府派人上门啊 来照顾这个钱全由政府支付啊 只要不是像这样的情况 一般呢就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那么为什么问个人的资产啊 工资啊 收入教育程度啊 技能等等 主要是看呢个人是否能够独立吧 就是支持个人自己的生活 那所以像前面讲到 只要不是直接从政府领钱 或者完全靠政府出钱照顾 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社会福利 比如食品券 上学的时候 孩子上学有免费的早餐午餐 住房方面的福利 医疗有的叫红兰卡 各州的这个medicade 以及一些紧急状况下的救助 都不算是公众负担 如果是职业移民呢 有专业工作 或者计划 而且有可能从事专业工作 一般来说呢 也可以有帮助 如果是亲属移民呢 如果你有亲属提供经济担保啊 支持 那么应该也可以避免 因为所谓公众负担而不能拿到绿卡的问题 那像前面讲到一般的福利 或者说我现在退休了 没有在工作等等 这些呢 都不会直接让个人被视为公众负担 那么对于爱485表 part 8 question 61 这个问题应该回答yes还是no呢 对绝大多数寻请人还是要回答yes 因为这个问题问的不是说你是不是公众负担 而是说呢 你是否属于要被衡量公众负担的这一个类别 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呢 就像说 问的问题不是说你坐车有没有买票 而是说呢 你坐车是不是属于要买票才能乘车的这一类乘客 所以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呢 这个问题需要回答yes 那什么样的人 可以不受这个影响呢 比如说有的难民啊 像这样的呢 那他的绿卡申请不用考虑啊 是否属于公众负担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上面讲的呢 是爱485申请的表格变化 然后关于美国的移民签证呢 我们知道如果说人在美国境外啊 那么可以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啊 当然如果你住在其他国家 也可以在当地的美国使领馆办移民签证啊 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听说看到 就是说呢 爱485申请和移民签证申请的 那有一些方面 尺度比以前更严格啊 那比如说因为申请人的专业工作的情况 是否曾经是党员等等啊 都有可能会问到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是否参与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在体制内强力部门工作过等等 也可能会问到这些方面的问题 有这样的经历 并不是说这个绿卡或者移民签证就不能批准了 这个我们此前反复讲过 我们也有若干的客户啊 就是说认真准备 然后呢就通过 根据总结呢 我们看到很多申请人在这面试方面 准备的呢还是不够充分 我们建议呢 申请人哪怕自己独立啊 练习一下准备好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可能比较紧张啊 或者是着急这些原因啊 有的时候有这个答非所问 移民官问到什么问题呢 那可能没有听清楚 或者没有听完啊 这个着急回答 那有的时候呢 就造成交流方面的一些障碍 然后呢 还有的时候呢 申请人有一些有利于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啊 我在美国一直保持了合法的签证身份 或者我有的专业工作啊 或者说我做的工作 还是和专业相符的 我的雇主一直支持我啊 等等像这些 对你有利的地方 你要自己强调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申请啊 移民官不一定会主动专门给你找出来 所以呢 面谈对于申请人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啊 那么律师呢 可以陪同你参加S85的面谈 但是不能替你回答问题 对吧 所以呢 一些重点的信息对你有利的地方 那你需要自己把它在面谈中表达出来 然后用来强调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申请人的一点 好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